各位有大家好 我是文江勇 这节目我们还是来学习 这个八字里面的声望 重复的去讲 有的时候觉得没意思 但是必须要讲 不讲的话 那么我们年纪大的人 他很难吸收 连八字里面我们声望和声弱 我们都区分不开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比较难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算了这个大运流年的时候 就没办法去弄 首先这是基础的东西 必须要学 那么鬼水不是代表我们自己吗 日元代表我们自己 那么日元他生在亥月和紫月的时候 那么任鬼水生于亥月和紫月的时候 他就得月令 得月令以后 这个八字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忘了 得月令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字很关键 一定要得月令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八字里面是不是忘了 那么这个已经存在了 就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再看一下 他是不是得他来认水和鬼水 他阴阳是不是相同呢 那么他是不是得到他来帮扶啊 你看这个认水和鬼水 是不是得到他帮扶啊 你看尘土里面还有他的水 还有鬼水 是不是啊 学了本气通根 中气通根和余气通根 那么你知道这个八字里面 水很旺啊 水很旺啊 水旺的时候 我们在找喜用神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那现在他我们不讲喜用神 只讲八字的身旺和身旺 其实八字里面 他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注意看的时候 我们会判断错 但是你专注一点 就是看他的月令得不得令 那么你就会少犯错 八字里面 就看他的月令 得令得月令者 好 然后你再看一下 他其他几个字 有组合来帮扶他的 他就肯定是身旺的八字 所以我一直在说 初学者一定要把它区分开 身旺和身弱就可以了 不要说什么从旺和从弱 不能去这么做 你这么做你会乱套 然后到最后你找喜用 喜用五行 喜用神就可以了 一步一步的来 今年到年底的时候 我要把它 把大家一定要带出来 带出来呢 就是怎么带出来 反正就是把这个八字里面的基础知识 给大家讲完 这个就可以说带出来了 当然学术里面越学越高 那么每一个老师讲的又不同 那么我们目前 我们有更优秀的老师 所以大家首先把基础打好 你去听别的老师讲课 一听就懂 你连八字里面的身旺和身弱 和喜用神 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听 讲到八字里面的行充和会的时候 它就比较难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讲什么呢 讲八字里面的 比如我们八字里面讲 有很多都要讲 比如商官客官 要讲 天客地冲 要讲 天比地冲 要讲 所以他就讲了很多呀 我都要分一个一个知识点来给大家讲 所以大家不要嫌我烦恼 其实我也不愿意去讲 但是不讲你们不知道 别人老是讲 哗哗哗哗 他就跟你讲完了 哗哗讲完了 你听不懂 你要听很多很多遍 你都听不懂 之所以这么耐息 就讲究考虑到 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 那么你八字里面 你知道你这个八字里面身旺了 那么你看一下你的大运流年 比如我身旺了 我是不是走到 比如我身旺了 走到我们的比肩的运 比节的运 就不太好呀 走到运的运 是不是不太好 正义和偏义的运 因为我已经很旺了 他再来生我的时候 我就更旺了 当然有一种八字呢 你不能用刻线号 这种八字呢 是说他整个八字都很旺的时候 你不能让他去刻他 你刻他你是刻不动他的 你只能随他 他太旺的时候 你就让他更旺 然后物极必反 他旺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好了 比如我在找阴宅风水的时候 这块地很凶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很凶的时间 让他去涨下去 当然 阴宅风水 他属于一高人打大 你一定要有学 一定很精通 你才敢这么弄呢 所以我们身旺了 身旺了这种八字呢 我们走到印和笔尖 这种印的时候 它就不太好 当然还要看行冲合会 笔尖是帮扶我们的 印是来生我们的 如果我们身旺了八字呢 我们走到财地 比如走到偏财 和正财的时候 那我们见到这个财的时候 我们就拿得动了 那么你身旺了八字呢 你见到这个财的时候 你就拿不动 当然整个八字 你还得要看 整个八字流不流通 你身旺是身旺了 但你这个八字不流通呀 你没有财呀 你财有没有根呀 你比如你的财没有根 你拿什么拿 你只能看到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跟你讲 这个本器通根 中器通根和余器通根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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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词 我认为这些词 就行 我认为它是